好 接下來我們跟大家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大家可以多多在這個聊天室留言 來發表你的看法 因為這一回是NCC即將要納管 包含了這個臉書還有YouTube 因此外界也在說 這是不是所謂的術通法要戒失還魂呢 我們來看到這一回 送出的這個草案名稱 它的名字叫做數位中介服務法 大管有五類對象 來看到第一類第二例 包含了這個連線的服務者 快速存取的服務者 第三類呢 則是有這個資訊儲存的服務者 第四類比較引發大家關注的 就是線上平台的服務者 得章中包含了這個臉書 還有YouTube以及Dcard等等 第五類呢 則是指定線上平台提供服務者 好 不過這個部分呢 PTT到底算不算第五類 現在委員會的說法是 他們將會再進一步來做討論 好 現在初步統計呢 有超過這個兩百三十萬的大型平台 很可能都會納入列管服務 好 只不過呢 這個草案其實在公布架構的時候 引發大家討論最熱烈的 就是這個PTT到底算不算第五類呢 因為這個NCC他們的說法是 草案將會授權NCC就網路平台 有效使用者定義 還有數量來計算標準 訂定所謂相關的辭法 因此呢 會再由委員會來討論 這個PTT到底算不算第五類 好 不過現在大家都說 是不是很有可能是所謂的述通法 要借失還魂 引發很多討論的聲浪 因為這回主要是 業者你必須要建立所謂的通知 還有回應的機制 如果政府單位呢 認為說你有違法的話 可以向法院來申請資訊限制令 移除或是限制違法的內容揭取 或者是呢 應該要暫時加註一個警示的處分 好 現在引發外界批評的 像是這個國民黨立委李桂敏 他就說 他並不認同所謂的主管機關 可以在法院採處之前 暫時來加註警示的處分 他說呢 其實到底有沒有違法 可以由法院來做判斷呢 假設這個發文者認為 其所發的內容有所依據的話 比如說像是現在持續的 來揭露快篩弊案 那麼你主管機關 憑什麼認定這個內容的真假 憑什麼呢 要自行加註警語呢 這個部分其實到最後 都還是要由法院來做判定 因此他認為說 有前置言論自由的問題 現在外界的批評聲浪很多 有人說現在NCC要把髒手 從廣電媒體升下網路嗎 而且疑似把有力執政的言論留下 如果是不力執政者的部分 是不是就要全數來刪除呢 像是網路聊天室當中 我有看到路過的 Lear Wang就留言提到 髒CC現在要來查中天了嗎 好 這個部分 恐怕還有很多的討論聲浪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關心 這是台北醫學大學 有一名黃姓的女教授 涉嫌和在台大擔任副教授的丈夫 私自把北伊委託研發的 幹細胞應用成果 拿去申請專利 好 之後轉讓給生技公司 從中獲取不法利益 好的主播 台北醫學大學的生物化學教授 黃彥華近日被控訴 將受北伊所託的研發幹細胞成果 占為基佑 並與丈夫林太元共謀將幹細胞申請專利 甚至還將關鍵的技術移轉給生技公司 涉及刑法的業務侵占或背刑罪 台北地檢署 29號晚間搜索調查兩人的住處 辦公室還有公司等九個地點 同時約談兩夫婦以及公司的監察人道案 也招攬五名助理當證人釐清案情 兩夫婦都擔任醫學相關領域的大學教授 妻子黃彥華原本擔任牙齒幹細胞研究副主任 2020年升任人體幹細胞實驗室主任 張富林太元曾經擔任台灣幹細胞學會秘書長 兩人都主持和參與過許多幹細胞相關的研究專案 經過整頁偵訊後 公司的負責人涉及犯下刑法的背信罪 100萬元交保 而教授夫婦林成錄時被移送北檢 由監察官偵訊已釐清案情 旺旺水神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一直在噴鹽的 這個叫做旺旺水神物化器 哪裡買呢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烏花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588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